所以今天裡面提到很驚悚的就是說 發現這個出帳紀錄裡面 有提到高宏安 也有提到賴香菱 而且當時都是遇到2022是什麼事情 都在選舉 他們兩個都在選舉 都在選舉都要選舉 所以他提到USB有資金的 進出帳紀錄 同時他還告訴你說 錢是誰在處理的 錢就兩個人 就柯文哲本人跟李文中共同操盤 然後同時他還注意講一件事 把民眾黨的公款通私庫 公庫通私庫 也就是把民眾黨的帳戶的錢 然後變成是私人的錢 哇 那我想說是這件事情 難怪這裡會講說 他還涉及到背信的問題 因為你看到李文中不是只有 牽扯到收費的問題 還牽扯到背信 所以裡面夠不夠驚悚 很驚悚哦 然後週刊呢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兩點之外 第三個他提到也是很驚悚的事情是 你要想說這件事情一定是有人去爆料 什麼意思呢 沈靜靜在2017 早上柯文哲橋金華城榮基率 雙方在2019年 由重量級地方人士引荐 在台北市大安區的秘密招待所見面 後來又在新店的招待所碰面 還被一位演藝界名人壯見 然後創黨的柯文哲要資金 沈靜靜要增加融積率 在地方人士協調下 兩個人同意幫忙彼此 來 觀眾朋友 這一段話我們只要看兩件事情就好 第一個 這件事情是不是有人爆料的 是 第二個 他有提到一位演藝界名人 再加一位地方人士 那這兩個人 對週刊來講 我一定知道這兩個人的名字 我才敢做這篇報導嘛 不然他沒想到給誰那一句 所以你這樣就了解 為什麼今天只能回科幻小說 因為今天你來 如果要出來講說沒有這件事 週刊就會把名字給講出來 在講出來之後 就變擠牙膏式的打臉了 週刊可能會再嗆吳宜萱 那表示你不是這個所謂的核心人員 你不是核心人士 吳宜萱今天自己也承認他不是核心人士 他對他說他不再回應 但週刊會有這種爆料內容出來 我只叫大家看這個關鍵點 這個關鍵週刊一定是知道這個人 但是不把他講出來 他要看民眾黨怎麼回 黃國昌怎麼回 就你們只要回這件事情 絕無此事 他就會丟出來打臉 所以今天都很聰明的 民眾黨還是繼續回答說 這都是科幻小說 因為面對這些報導內容的時候 現在看起來 能閃就閃 能不正面回應 就不正面回應